台长希望你们要学佛达到一条解脱的路 这条解脱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要从地狱走上极乐的一条光明大道 想一想每一个人想不通痛苦的时候 想自杀摆脱不了精神上的折磨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地狱当中 但是他自己的心慢慢的想通了 因为我的过去的所为 因为我造的因造成了现在我们彼此的伤害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脱离人间的地狱 首先要在精神上想通想明白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想一想自己的过去 就会越来越明白我的未来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未来 就是因为他没有在今天就想通 所以要心懂得造地狱是你这个心 你的情也是你造就地狱的情 所以身心在地狱 你怎么能够摆脱烦恼呢 所以人要活在天堂上 那么就要懂得好好学博 知道人间世事无常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呀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消除烦恼 几个比较好的方法 教给大家 这也是师父在 这个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之前 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吧 首先对外面来的干扰和烦恼 还有一些辱骂 让自己非常的不开心 用什么方法呢 学会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 内心回答什么呢 比方说人家说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坏啊 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 家里不好 你用心来回答 关心菩萨 我对得起他的 我真的没有伤害他 我没有做错过不好的事情 这样你内心将所有的别人 外界对你的烦恼和影响 你已经在心里全部回答了 那么你的心里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人间烦恼会随着你的内心的回答 而把烦恼像垃圾一样抛开 你抛出你的外心 把心就抛开 然后将回答的意念存在你的心底 所以当别人再骂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自然的有一个正能量的声音出来 比方说别人怀疑你偷东西 你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偷东西 我真的没有 存在心里 你回答了 你就不会烦恼了 然后存在心里 你的正能量就拥有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别人 给你造的麻烦和烦恼 另外让自己的心 非常重要的就是想象 明天我将要做到很多好事情 开心的事情 这样你回想过去 任何一个令人开心的时光和事情 你的心中也会充满着正能量 所以当一个人烦恼的时候 你就想我明天后天 还有很多好事情要发生 很开心啊 对不对啊 那就越来越开心 是这个意思 还有呢 要懂得要有感恩心 当你受到委屈 愤怒的时候 你不要难过 你委屈 你很愤怒 你心中要感恩他 感恩他 给了我 一种 境界 让我能够把恨心放下 因为我没恨他 感恩菩萨 能够让我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烦恼心 让我懂得把自己心中念头 不好的念头全部烧光 所以这样的话 你正能量 慢慢的就会在心中长存 如果你心中烦恼 忧郁难过 不能在一个星期当中全部扫光 这些烦恼 就会像毒药一样 常存在 残存在你的内心 我们说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 慢慢的 你就会积累成病 所以生病的人 就是长期的 难过 生气 想不通 他慢慢的 就得胃癌啊 肠癌啊 所以神家说 肝肠寸断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希望你们要学会远离人间的烦恼 因为我们人这个情绪它有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这是烦恼的框架 让你烦在里边出不来 学博的人因为懂得今天所有的不代表明天拥有 所以呢 一定要懂得今天 我们要消除业障 消除烦恼 我们明天会过得更好